宜兰传艺园区举办好神时代谢天谢地谢平安系列活动 为了回馈宜兰在地相亲 去年首度跟十二乡镇市公所携手举办了传艺献明日 获得献明朋友的广大回响 今年再度举办 天数从八天增加到了十二天 只要是涉及宜兰或是身份证字号居开头的民众 在十二月的每个周六日一 来到传艺园区都可以免费入园 宜兰传艺园区好神时代谢天谢地谢平安的系列活动 已经陆续的展开 上周六我们刚完成了一场百人绕境的游行 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 那接下来十二月就是由传艺献明日的活动登场 那传艺献明日去年第一次举办的时候 获得非常大的回响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在加码 从八天延长到十二天 那只要是涉及于宜兰县的县名 或者是身份证字号开头市居的朋友们 都可以凭证畅游宜兰传艺园区 那可以免费入园的日期是从这个礼拜六 也就是十二月二号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期间 每周的六日一 总共加起来有十二天 都可以免费来园区走走 除了宜兰县名免费入园外 今年加码推出了好神时代 宪明款大礼包 宪明可以凭着优惠下购买 把百元商品券 传艺好神帽等超值限定商品带回家 民众可上宜兰传艺园区的官网 以及脸书粉砖查询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加码举办了 好神时代宪明款的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呢包含了 有100元的商品券 传艺的好神帽 毛巾 瓦片平安服 以及文昌服汽水 那宪明朋友呢 只要用299元 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带回家 那刚刚提到的100元商品券呢 也可以现买 就直接在园区做消费 非常的划算 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 邀请自己的家人跟亲朋好友呢 一起来宜兰传艺走走 享受一下12月 谢平安的相关活动 宜兰传艺园区 12月周周都有精彩活动 不仅安排了汉阳北馆剧团 谨慎戏剧团 跟韵清乐舞剧 综合艺术团等演出 让民众看好戏 玩手作 还有舞龙舞师 跟布袋戏的民俗体验 宜兰宪明 千万别错过了 宜兰新闻剧者刘耀珍 采访报道